好 飞铁部网 飞铁字好餐 我是谭教荣 来民国110年3月11号星期四 311 你会想到日本海啸 不过今天跟着没有关系 来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通常大部分时间 星期四我都在谈跟教育有关的问题 偶尔我也会穿插一些人物的访谈 好 今天当我看到我们的来宾 真的过一年了吗 这么快吗 过一年 好快啊 因为去年的去年的去年也差不多这只时间 对对对 好 那我在访问我的来宾的时候 因为这个学校我注意很久了 但是访问是第一次 那我会我会注意这个这个学校 是因为我每年 我当然会注意一些的国际的 有关于有关于大学的排名 在国际的大学排名里面 如果你今天当通常通常新闻里面 都会注意到台青交 注意到台大今年排名进步还是后退 那青大交大在哪里 好 大概这几个校弄完了之后呢 其他就不太会注意 可是这几年有一个私立学校呢 是比较特别的 就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亚洲大学 好的 在我们现场的来宾亚洲大学的国际学院的院长陈一辉 欢迎 谢谢 谢谢我们唐大哥 唐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去年来 好 我们要先复习一下功课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亚洲大学呢 在这复习一次 去年来了以后 因为我们谈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亚洲大学 当然你挑非得早餐是对的 因为非得早餐听众很特别 不知道为什么 非得早餐听众 对教育 特别对高端教育的部分 会非常的在乎 有很多非得早餐的父母亲们 大概对孩子的 就是说国际接轨 总是觉得下一代的孩子 如果不能够让他有在国际行走的装备 那父母亲就会觉得这个教育是不完整的 所以在如何让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能够接触到比较多元的国际元素 甚至将来能够离开台湾 能够让自己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 他都有具备国际的移动力 好 这大概是现在办学的重点 那陈云辉虽然是国际学院的院长 但今天我们在关注的不只是国际学院 而是整个亚大 亚大我这样问不晓得对不对 就是去年亚大的办学成绩怎么样 基本上我想办学成绩大概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你每一年 在少子化之下你招生的情况 那是一个挑战 而且我们少子化速度很快 那以去年来说 因为今年三月才开始 去年亚大基本上在大学部的招生的注册率 几乎百分之百 大概九十九点七 九十九点七 那如果把那些外加民的再加进来 比如说原住民特殊考生已经超过百分之百 那我们的寿博士生基本上是满的 就是百分之百招生 所以这是第一个在招生部分 第二我想 这在私立学校里面很少可以搬得到吧 对我想在私立学校除非一两个少数的特别老牌的私立大学 大概还可以搬得到一般大学 尤其是后来新成立的私立大学 几乎都没办法 是 好那亚洲大学如果以他的校史来讲 他到现在几年 今年刚好我们这个月就庆祝20周年校庆 20周年 对 好那就是说他升格之后的20周年 对 好那现在亚洲大学有几个科系 亚洲大学有33个科系 那有6个学院 6个学院 33个科系 这些学院分成哪 哪几个学院 除了国际学院以外 我想国际学院在亚大 他是比较特殊 他其实我讲6个学院没有算国际学院 我们有这个所谓支店 支店 有医健 医学健康 咨序电子 医学健康 医学健康有管理 有管理学院 所以你说医学健康是说 亚大有医学系的医治 亚大除了医学系本身之外的 其他的学系 大概都有 亚大只有医院 那当然现在医学系是政府管制 开放的科系 所以亚大现在才做这准备 哪天 准备要申请 政策开放了 就会申请医学系 所以我们有物理治疗 有世光 有听语 语言治疗 甚至有受益系 所以基本上 也有健康管理 所以基本上在医学里头 亚大才缺两个 除了医学系以外的几乎都有 对 另外我们还有什么 设计学院 还有人文 这个社会学院 另外还有护理学院 护理是单独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国内对护理师的需求非常庞大 护理其实每年的招生都是属于爆满中开 第二个因为我们护理已经大到已经可以成立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去年把护理系从医学健康拉出来成立一个护理学院 我要让大家再多了解一下亚洲大学 因为我要很诚实的说 因为我没有念过 我只是纯粹从一个注意大学的 全台湾的这些大学的变化的角度来讲 我会注意到亚洲大学最近这些年 他的第一个能见度很高 第二个他在总体的评鉴上面的排名 一直在往上走 在私立学校里面显得很特别 他几乎已经成为私立学校的排头兵 而且在一些的国际排名里面 他仅次于几个指标性的国立大学 这个是之后对亚洲大学很好 很好奇跟杨志良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才碰到他 但是好 亚洲大学 我就问这样问题是很笨 就是说这么多的私立大学 那凭什么亚洲大学看起来一致独秀 我想这个是牵涉到整个学校办学的 所谓态度理念 还有董事会的对学校的支持度 更重要是整个校长的领导跟全校 是不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亚大从创校开始 他就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 创办人一直在告诫每个老师 要把每个学生当做自己的小孩教 所以我想学生在亚大 大概是比其他私立大学 他所享受到照顾 享受到福利 享受到学习资源 如果不是全国最好的 大概是前两三名的一个大学 照顾学生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什么 这个老师的所谓跟企业 产业界的结合这部分 这是学校一直着力的重点 让主要目的是让老师能够把理论跟实物 交给学生 学生毕业之后一定能够就业 所以现在最近亚大领域看出来 亚大他所经的所谓增加的科系 大概都跟国考 国家考试有关 不要包含护理 包含职能 包含听语 包含临床心理 这些重要就是让学生念了四年之后 不要说毕业就失业 这是一个很大的思维 那当然更重要是亚大也了解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他对学生的国际化 非常非常在意 我们有一个所谓318国际化计划 这个318的1 我去年稍微说了一下 就是学生在四年念书里头 要出国一次 一定要有oversea experience 就是海外的经验海外体验 这个体验 就是一 这个体验有所谓八 就有八个途径 你可以出去当交换生 你可以去念双脸学位 你也可以出去实习 也可以当国际志工 也可以参加国际竞赛 也可以做什么 也可以去论论发表 如果你有学术导向 那当然这些就是 都算就是了 都算 可是这八个途径 待的时间的长短 落差很大 当然落差很大 但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你所谓oversea experience 那个价值 当然比方说你实习 有一个月 有一学期 有一年的 你交换生 当然是一学期 你念双脸学位 是必要两年 所以因为看学生的需求 学生的需要 那所谓三 三一八 三亚大非常重视三种语言 英文中文这不用说 中文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英文像是全世界通用语言 但是我们还重视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 这很重要 对 因为他要跟电脑 要跟robots 机器人对话 就是要靠程式语言 对 当然这个我在节目当中 也已经谈很久 我说现代的 现代的教育 尤其是年轻人 你要 就要有跟人说话的能力 要跟机器说话的能力 你要跟本国人说话的能力 你要跟外国人说话的能力 这种能力都要具备的时候 你的语言能力才算是完整 尤其未来 物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时代 如果你没有能力 跟机器说话 其实你会觉得 你的世界只有一半而已 将来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好在我们现场的 亚洲大学 国际学院的院长 陈英辉 陈英辉 我们在谈 就是说少者化 跟国际化的办学环境 那亚洲大学现在在 我看到的一些的评比 国际性的评比 亚洲大学现在大概在 在什么位置 因为有好几个评比 是 我想一般对 所谓世界大学的评比 世界大学评比 一般目前 大概是有四个 主要一个指标了 一个就是所谓 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一个叫TH1 一个叫QS 这两个都是英国的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 US News跟World Report 大陆有上海交通 也是在做评比 不过上海交通是比较特殊 上海交通只考量研究 其他的教学什么没有考量进去 其他三个大概就是把 教学研究 产学国际化 还有你毕业生的就业 这比较前面向 那亚大过去 我们就以TH1的这个评比来说 他过去就是刚发布的 过去这个绩效 我们是在整个全台湾 是排在第十 第十 那等于我们叫Top 10 Universities 那如果你把 比方说北医中医大 就医学系的大学除外 他其实是在一般的 私立大学 是Top 1 目前情况是这样 好 亚大 问一些物理条的条件 你们现在有多少学生 我们大概一万两千出头 大学部跟研究所 对大学部大概九千多个 研究所接近三千 你说有三三科系吗 对 三三科系其实还不少 是 好 那三三科系一万两千个学生 校园的腹地有多大 校园应该二十几公顷 那是台坦驻地 不过整个亚大校园 它其实一个很特殊情况 所有的学生 包含外籍生 踏入亚大校园 他就爱上这个学校 上次 我还没去过 你一直说带我去 我都还没去过 上次来 我promise要邀请你过去 但是疫情的关系 我不要去演讲 你只要带我去参观就好 因为我对这学校很好奇 他现在其实整个校园 因为其实亚大办学 有一个很重视 就是美学教育 环境的教育 所以他把整个环境 弄得就像一个花园 他非常欧式的校园 你看看一个大学里头 会有一个美术馆 而且是一个日本 有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 该的美术馆 对你上次讲 这个是特殊的一个思维 一般人 一般创办人 一般这个董事会 他知道有美术馆在校园 从获利的角度 从经济的角度 完全是不划算 安藤忠雄的作品 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当地的地标 对对对 他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教堂跟美术馆 这是他建筑的特性 我之所以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说 因为通常我们在谈谈教育的时候 都在告诉你谈升学率 谈科系 谈将来的出路 可是我觉得大学教育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校园环境里面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个像大学的环境 我觉得就算你进了大学 其实也值半调子 有很多大学 他实在是缺少一个大学该有的样子 所以你看到国外好的大学 他几乎一定有这样的 他大部分校园 其实都很漂亮 是很壮观很有特色 每个学院每个科系都有他各自的特色 好亚洲大学确实的位置在哪里 在台中市靠南的乌峰区 如果我从台北要到亚洲大学要怎么走 那是其实现在交通非常方便 你搭高铁高铁到了乌日站 那里有公车 201从公车就从乌日站 就直接到亚洲大学要25分钟 直打 好所以搭高铁到那边大概要 要40 到乌日大概要多久 大概50分钟吧 50分钟 好50分钟上来 我们抓一个小时好了 然后下来之后换公车25分钟 所以大概一个半小时可以到校园 好那这个呢 这是亚洲大学 这是我没有提到 如果你是从一般的铁路 就一般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火车 那如果开车呢 到台中市对不对 也有量201 可以直接打大概35分钟 如果开车非常简单 一高三高都可以到 实际上如果你开三高 有一个叫做exit 就出口 叫什么 雾峰 雾峰交流道 对 雾峰交流道 下来多久 下来5分钟以内 5分钟 好那你们现在的学生 他们从哪个地方来的比较多 我想这整个是台湾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大学啊 都有一个比较区域化的现象 所以亚洲大学现在啊 中部学生大概占了快50% 北部大概30% 其他20%在南部跟东部 大概是这样分布 好 当然这种地缘上面的特性很合理了 就大家念书的时候 觉得如果在我家附近呢 有很好的大学 那我当然挑我家附近啊 不用离开 离开家太远 这个很合理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你必须50%不是在中部的 从北部下来到从南部上来的 那学校里面有好的住宿环境吗 基本上亚洲大学有四个宿舍 总共可以容纳5000位学生啊 5000位 5000位够不够 一般啊 我们大概 算起来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对 因为在住在台中市的学生啊 他可能会选择住家里 当然对 所以说扣 我的意思就是说扣掉 扣掉中部的学生 你说大概占一半嘛 对对对 那如果剩下的一半 大概也就6000位左右 6000位如果需要住宿舍的 所以如果有5000个学生的床位的话 应该是够的 是重要是亚大旁边 那些民间的那个所谓宿舍啊 其实也提供了几千位啊 非常非常普遍 对啊 这个大概在大学的周围 大概都会形成一个大学城的生活环境 大概也都会有住宿的环境 不过重点还是呢 还是亚洲大学 好 我要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做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亚洲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陈英辉呢 陈英辉长 那当然陈英辉所所所组的这个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是一个亚大里面特殊的学院 他不是收本地生的 那他是说外籍生 或者陆生 好 那这个是呢 国际学院 不过呢 在亚洲大学呢 本身的这33个科系 这6个学院里面 呃 我广告回来之后 我陈英辉还是跟大家呢 介绍一下 尤其 呃 你们也有 也有 也有繁星推推荐 是 那也可以参加参加纸考 纸考对 好那纸考的话呢 以你们现在的科系来讲 他大概的落点会在什么地方 我进行广告 回头做继续跟陈英辉聊 好 飞的早餐 我是唐家龙 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 我访问呢 亚洲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 陈英辉呢 陈英辉呢 陈英辉 我看到陈英辉 我说 这么快 过一年了 果然 好 当然 我很在乎 上次我们访问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反应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刚讲 就是说 对我 对我来说了 我觉得 我如果要去聊一个大学 特别是在 在提供了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听的过程当中 这个大大学我听过 但是呢 过去了解不多 那要 要如何去多了解亚洲大学 我会特别将来 一个当初的科系 那科系的这些的准备了 资源了 完完整性评价之外 还有就是说 他有没有一个大学的样子 环和环境如何 第二个是 你比较不容易看得到 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他的国际化的程度 一个好的大学 你尤其现在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一定的国际化的元素的话 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可能 可能是蛮大的损失 好 那我 从 我记得上次跟陈英辉在聊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是 我记得你们从东南亚来的学 学生是很多的 这点我还会看过一些媒体的报道 就在亚大的地方很特别 为什么 我想啊 这个亚大当然 在过去招国际生 从创校就开始了 那早期啊 因为 那时候就做过相关的培训啊 所以亚大在过去 其实大中的学生啊 是来自于蒙古 来自于蒙古 蒙古 就是 其实现在台湾啊 最多学蒙古生的学校 还是亚大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因为就是早期 就是我们帮蒙古啊 培养他们的官员啊 他们官员的在 尤其在 大健康产业这一块 那因为关系一直非常好 所以蒙古每年到亚大学生啊 大概90位到100位 来念双联学位 来念双联学位 这个我待会再问双联学位 另外呢 到后来 因为啊 整个正会有一个新南向计划 所以很多大学 往新南向去看 实际上 新南向 当然 我可以谈谈新南向一些事情了 不过 为什么亚大在东南亚学生啊 四年前开始暴增 因为我们除了新南向计划之外 亚大也是在教育部授权 在印尼试水 有一个教育中心 试水是华人很多的地方 对对对 是一个教育中心 那这教育中心 那不是亚大教育中心 是台湾的教育中心 所以我们亚大每一年啊 都会带领啊 大概四五所 四五十所台湾的大学 到印尼 比方说到亚加达 到试水 到日耳 到这些绵兰 这些大城市啊 进行招生宣导 那因为亚大等于在协助 主导 所以同时打开了亚大的知名度 知名度 所以亚大坦白讲 亚大在印尼的知名度啊 一定大概是国内 如果不是 第一就是第二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 我们服务面非常广 就是这种关系啊 所以我们印尼的学生啊 有三四百位 有三四百位 那不少啊 光印尼啊 对啊 有三四百位 那晚了之后当然 应该华裔的比较多吧 没有没有 主要是印尼人 真的啊 因为你如果打华裔 打华侨 亚大的那个过去的人脉 是比较吃亏 因为华侨大概几十年前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就很多乔生 当然啊 但我的同学就很多啊 那所建立的人脉 亚大新的学校 他不认识 不容易打进去 所以亚大从一开始 他的外籍生 就是当地主流社会的外籍人士 那另外当然 我们也配合这整个国家政策 除了印尼之外 我们下一个重点 现在是学生比较多的 就是印度 印度 印度啊 所以叫双印政策 那就是下越南 这很特别 这还是越南 越南是因为台商最多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三个主要的策略点 那我们当然也有招乔生啊 我们乔生主要是来自港澳跟马来西亚 港澳是马来西亚 那你乔生的比例高吗 乔生的比例目前一百多位 一百多 一百多位 那陆生呢 陆生因为陆生是一个政策在控管 所以我们即使要增加 这个没有办法 目前陆生大概接近九十位 九十位 对 好 那我们就大学部来讲 就是说亚大33个科系 那我如果问你说哪一些的 哪一些科系的 就是说他的他的他的积分数比较高 这个可能可能很难 可能客观评量 在亚大了 亚大现在30个科系里面来讲 如果 如果问说有哪些科系是现在的高中生所追求的明星科系 是我想我想现在亚大大概国考的科系都是现在学生追逐的明星科系 我想跟学生对未来就位的anxiety 但大部分人都会考虑到这一样 所以我们意见 像我们在一个听语啦 世光啦 焰光的啦 世光啦 或者临床心理啦 这些大概你如果是问指考的弱点啦 大概是top30 有有有像有些科系你大概要有考上台大的分数啊才可以竞争啊 真的 是是是没错 我所以看科系啦 对因为现在现在当然大家已经不像我们过过去那种的那种的选择自愿的方式 是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把把志愿就是对那个东西感兴趣或者有特别想法就排在排在前面 对对对 嗯 没错好那亚大亚大现在33个科系呃如果大学部9000多个学生除以四个年级 所以每个每个年级大概2000多个学对对对没错 2000多个学学生然后33个科系再除下来的话一个科系平均大概大概七八十个 哎差不多的一个有的是单班对双班对对对对没错好那这些的呃这些的学生我如果问说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亚洲大学我我像这个你们你们一定会做了解说你为什么选择亚洲到底是地缘因素还是说这个科系是我想要的还是说我其实很被动就是因为选择自我刚刚只能够选来这个地方 一般选择亚洲大学的学生他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啊这个其实学生的选择是多元性的啊就刚才我们主任讲的比方说地缘性 那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亚大在台中地区就刚才提到他占了百分之五十嘛但是其实家长老师啊对学生选择是有很大影响那家长老师啊所看重的是一个学校他在世界学术的那个领域的排名 嗯所以亚大在世界大学排名其实对很多家长嗯对很多学校老师尤其辅导主任他在辅导学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嗯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第三个就是亚大其实如果经过那个媒体的报道其实亚大在不管是在AI领域的啊就是所谓人工智慧啦或者在设计领域的啦或者是在管理或者意见领域 所以其实啊学生跟老师的表现啊很多媒体都做过报道过嗯那这些像啊AI这种东西啊或者AI结合医学健康嗯这个就变成未来二十一世纪啊嗯必走的一条路嘛嗯啊所以很多这个学生家长很多老师嗯会认为亚大其实的科系啊是未来大学你们你们有独招的科系吗 我们是目前是没有独招科系没有独招科系所以从多元入学角度来讲就主要就是繁星跟指考繁星啊申请入学嗯大大宗是第二阶段申请入学申请入学那指考是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对对对好所以这三个阶段都都可以对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亚洲大学啊从这中中部啊他在在台中他应该算是雾峰区雾峰区对对对好那台中的雾峰区的亚洲大学的国际学 院的院长陈英辉成员长在我们的现场表面我们在谈少少子话不重点并不在少子话是少子话只告诉你就是说 台湾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大学如雨后春水一般出现二十多年前 那那个时候能呃能创校都创校能升格的都升格所以呢大学一下子能扩充到了一百六十几所 跟他们这样以少子话或者经过这些年的大学竞争之后我认为有非常多的大学其实他没有以大学存在的必要 就未来呢大学的诊病呢是无可避免所以我也常常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年轻朋友当你在选学校的时候 你还要谨慎因为免得等到你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母校不见 因为这个是很伤感的事情就是我如果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学校 那个那个他会会觉得有一点点伤感吧告诉人家说我的学校曾经叫什么什么好但是未来可能有一些的学校呢真的会在你有生之年呢就消失 但是我刚也提到就是说现在要念大学的其实除了除了挑个好的大学环境好的大大学然后呢私之够好的大学之外 还一个因素呢就是跟国际接轨这跟国际接轨呢亚大呢是怎么安排的就进到亚大的孩子们 他们如何在亚大里面的取得国际元素这就不只是国际学院当中呢有有有一些的外籍生的问题 而是他如何他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双联的学位他有没有机会呢可以可以交换学生 那在亚大这方面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进广告回头继续访问陈英辉 好菲律摩尔菲的早餐我是张家罗来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继续访问亚洲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陈英辉 那让陈英辉呢陈英辉他既是国际学院的院长他也知道呢其实现在的现在的孩子 特别父母亲如果他特别呢特别引导孩子去选某一个大学他必然会考量到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这个学校毕业了之后除了一技之长之外他有没有国际移动力 那亚大在这方面怎么规划 其实我想亚大一创校就把国际化 列为创校的一个很重要使命 因为亚大从创办人到校长到老师体认大学的本质就是国际化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有一个完整的国际化白皮书 每年会做滚动修正那这里头有对学生的所谓移动 mobility 对老师的移动 对行政人员的移动国际移动都有一些行动方案 那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着力在学生 其实在学生部分 刚才我提到亚大318 那个国际化计划 这个可能是全台湾大概学生都会朗朗散口的一个计划 亚大一到学校去他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合 通常校长是由我来对学生宣导什么叫318 让学生在求学期间不要丧失的机会 当然亚大的这个国际化计划 也配合教育部的国际化计划 其实教育部有一个很重要国际化计划 叫做学海学海系列 他有出去做交换生的叫学海飞扬 如果比较贫穷叫学海席朱 另外也去做实习的 叫做学海竹梦 当然 譬如新南向 就是新南向国家竹梦计划 亚大每年这些光这个所谓的国际 这个加域国际化计划 我们大概稍微算了一下一年 大概从政府那边争取到4000万 4000万是全国第一 全国就是绩效是全国第一 重点是什么 其他学校因为不过重视学生的国际移动 他可能就输以申请 那亚大这一方面是非常积极 所以我们每一年 大概送出去的学生 大概有一千多位 做各种不同的 这个所谓海外的体验 至于就是我们最近所推的 就是国际双联学位 这国际双联学位 其实我们守定的目标 非常单纯 因为要念国际双联 对学生对家长 一定要找到海外的名校 所以亚大现在呢 有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 安大略理工大学 这是两个加拿大名校 另外在美国 我们现在是有北伊利诺大学 在法国有蒙皮利诺 这都是四千百大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到六所国外大学 所以现在已经有四所 那我们国内的高中也非常挑选 我们像北中南各两所高中跟他们合作 把那些优质的高中学生 经过亚大前两年培训 三四年就可以出去念一个名校学位 所以我们在南部目前 是有高雄女中 是有道明中学 一个国立 一个公立 一个私立 在台中呢 有台中二中 就是老学校啦 老招牌学校 另外一个是文华 高中 在台北我们有成功高中 所以我们还在找一个台北 一个私立学校 对 作为将来 那我们现在 刚才提到这些都已经签约了 国外那边的大学 都已经准备好 要接受亚洲大的学生 好 所以我们讲的双联学会 基本上就是在台湾两年 对 然后到国外去两两年 是 OK好 那前两年的时候 这些有双联学会的学校的老师 会来台湾上歌吗 我想在前两年这里头 亚大提供给这些学生 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所谓 他其实我们的对学生的辅导 并不是他进到亚大 跟我们签的高中 高一 我们就开始进行辅导 高一 高一 给他一些什么 一些AP课程 就是大学准备课程 那要决定的这么早 因为是这样 因为学校会利用我们给他的所谓DM 他在高一造成的时候 就讲如果你有志将来要到海外念双联学位 而且告诉哪些国外大学 那跟亚大合作对不对 亚大只要他有意愿 签了意愿书 亚大从高一就进行两个部分的辅导 一个是大学准备课程 叫AP课程 第二个就是他各种语文的辅导 因为你要到国外去 我们就讲以这个维多利亚大学来说 他对语文的要求啊 亚是要6.5 亚是要6.5 是可以把台湾一大半的大学生打掉的 那还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好那 那这个双联学位 因为双联学位大部分都还都是有限定科系的 那这几所大学的哪一些科系跟你有双联学位 我们现在双联学位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管理经济这一块 所以管院的管理学院的 商管学院的全部都可以去 第二个就是我们支店 因为我们跳开意见 因为医见很多学生 他是比较国考导向 而且他在海外念的学位 要回来当护士当医生等等 还要再重新参加国考 所以医见是有他推动 就有他困难度 所以像AI这些课程也都算在支店里面 对对对没有错 好当然因为亚大已经是中部的一个大学校了 那因为他的科系很多 那除了办学的排名呢 让亚大一直呢 一直在私立学校里面的能见度很高 几乎是私立学校的第一名之外 因为牵涉到的内容很多 那现在呢因为多元入学 每个学生呢可以选择自己 或者安排自己呢 将来学习的方式 甚至像陈英辉院长讲的 你可能从高一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做 当然说让我现在做的也可以啦 只是说如果你更早开始 那你做准备啦 包括一些AP学程的东西 你到时候呢进到学校里面 包括双林学位 你会比较得心应手 好这些重点是说 所有的这些的刚刚谈的这些内容 有的意犹未尽的 就是没有没有谈到的 我会建议你先 先上网路 先找到亚洲大学的官网 是官网里面应该会有很多的 文字跟影像的叙述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学校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跟你们学校联系吗 没有问题各个系 各个系都可以找到 各个学院都可以找得到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关乎到 你自己的 或者孩子的四年 甚至于呢更长远的未来 尤其跟国际结果的这一块来讲呢 在你入学之前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先问清楚 知道就将来有哪一些的管道 可以把自己带的装 装备呢往国外走 好这些呢 都是呢今天的重点 感谢呢 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 亚洲大学国际学院的院长 陈英辉 感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 好 如果你选亚洲大学的时候呢 你可以 如果有很多今天谈到 谈的你觉得还没有听清楚的 你可以去找陈英辉 好 没有问题 欢迎欢迎 来我们进广告 回头新闻 谢谢大家